IZA 夏日炎炎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水果三明治 這個道菜是 我很小的時候 我們家在五國三的時候 我開了一間歐式製作餐廳 在那個時候我們請了一個日本人來 他做了一個三明治 但是我吃的時候我嚇一跳 原來水果可以這樣做 我剛剛放了鮮奶油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打發它 鮮奶油整個打發了之後 差不多像這樣 已經凝固了 不會掉下來 就可以把水果撥進來了 我今天放的是這個奇異果 還有這個芒果還有香蕉 一顆的奇異果 兩片的芒果跟一根香蕉 然後大概一杯的鮮奶油 然後把它拌勻 接下來包三明治 我的習慣會稍微包空一點 壓好之後 可以看兩邊 都壓足了 沒有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因為這個水果三明治呢 它的鮮奶油 要冰一點 它就會比較凝固 會比較好切 而且做起來很漂亮 好這樣兩塊 我們先放到冰箱冷藏 半個鐘頭再拿出來切 好 半個鐘頭再拿出來切 好 現在已經好了 應該是半個鐘頭了 也凝固了 明顯你拿到手上 它那個扎實感就很明顯 然後 當然有一種切的方式是 你可以把刀子弄熱切啦 當然我會覺得可以 但你也可以像 我現在這樣 比較自在一點 也不用那麼複雜 你如果說要把它切得很工整 你可以把刀子弄熱的切 你可以看 裡面是不是很美 而且我在做這個 水果三明治我沒有放任何的糖 所以待會吃的時候 我們純粹的甜是從水果來 因為台灣的水果已經夠甜了 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